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荒郊野外的坟地旁 也不要去古叉寄宿 这其中有什么说法吗? 其实 这正体现了仙人的智慧 古叉看似清幽安静 往往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 它有可能隐藏着准备截裁的土匪山贼 也有可能将杨大道躲避其间 还有可能里面有着其分为之的凶险 下面这则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 宁可易塑荒坟 不可屡居古叉的这句话所涵盖的道理 清朝年间 在北京城的后门外 有一个古叉 这座古寺原先曾是一处佛教寺庙 后来香火箭衰 来上香的信众越来越少 寺庙尘尘封泥落 激进荒谷 宣寺仅寺后有客舍三间 还算完好 但也关闭许久 无人居住 此外 整座寺庙只有禅房一所 只依老僧主持席 一日薄木 天色昏黄 有位山西来经的客商 因为没有赶上在日落前进城 不得不来寺庙求助借助一晚 这位客商身边还跟着位仆人 携带的行李甚多 老僧因为客舍无惠 本不想接纳 但架不住客商再三请求 说 此地离城还有十多里路 周围又没有村庄 日暮图远 时有不便 千万行个方便 但借一席之地 住善一宿 即便是睡在地上也没有关系的 老僧倩拒绝不了 便勉强答应 这位僧人平日靠化缘度日 尿中并无多少吃的 但既然将客人引进寺里 还是利用厨中仅有的余粮 为这一主一仆两人备下了一餐晚饭 带到石壁 他便打开寺后的可舍 将主仆二人带到房中 由于房间久无人住 房内阴气逼日 举竹照看似下 别无他物 只在西南角的地上扣着一口大主 老僧倩有言在先 客商也讲究不得 只好将右一下 便以草为物 以终而物 仆人也与主 人一样 只盼尽快天命